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斗力也最强 属于日本军队的主力部队 那么一个甲级师团到底有多少兵力呢 甲级师团的兵力不算少 与其他国家的军十分接近 而且可以得到其他兵种的配合 师团是日本特有的军事编制 其他国家都是军事旅团营等等 日本的军事编制很特殊 军是日本最高的编制 但是不是常有的 师团是日本军队常用的最高军事单位 师团之下还有绿团 连队 大队 中队和小队等等 截至30年代中期 日本总计拥有17个师团 这些师团属于常备师团 也就是后来的甲级师团 这些甲级师团齐编满员 而且官兵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 所以在战争之中 甲级师团的战斗力很强悍 根据日本军队的编制 一个甲级师团的总兵力有27000多人 甲级师团下辖8个连队 包括4个步兵连队和独立的工兵 炮兵 骑兵 运输连队 也就是说 甲级师团的军兵种配置十分齐全 完全可以独立作战 在二战期间 其他国家的一个师 也就是一万余人 日本军队远远超过了对方的水平 有的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军 顺便说一下 一个步兵连队有3000多人 李云龙与一个连队叫板 自身没有家底 真的做不到 除了兵力多 还有一个特点很重要 那就是士兵素质高 日本起初总计只有17个常备师团 这些部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 日本普通士兵的训练时间为6个月 军官们基本上毕业于士官学校 无论是士兵素质还是军官指挥能力 都是比较高的 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后 日本军队的一个甲级师团就赶长驱直入 当然 这样的部队一般没有什么好下场 比如甲级师团之一的第十师团 在战争中几乎伤亡过半 日本甲级师团的战斗力虽然强悍 但是与世界强国的军队较量 还是处于劣势 日本军队的第五师团也是甲级师团 而且还是六大主力师团之一 1939年 第五师团被调往诺门卡战场 对受势强大的苏联军队 在诺门卡战役中 日本军队损失惨重 无论是轻武器还是重武器都不如苏联 参战的几个师团几乎都被打残 只有第五师团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但也休整了将近半年时间才恢复元气 所以说 与世界强国作战 日本军队还有一些差距 从武器装备来说 日本陆军的水平很有限 三八大概是日本士兵常用的武器 但是在欧洲战场上 各国军队都已经开始使用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 在太平洋战场上 日本官兵端着步枪 准备与美军拼刺刀 美军则经常用冲锋枪点射 至于重武器方面 双方的差距更大 美国军队的谢尔玛坦克 在欧洲 战场被爆是坦克追着打 但是到了东南亚战场 欺负日本军队的坦克很容易 简直打出了虎王坦克的